第五回 孙行者龙宫聚首 见不意挺身而出 老龙啊 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 和安老孙聊聊天 你都听说了 哎 我们家这三太子不让人省心呢 都在我手下当圈这么久了 摸几下怎么了 大人 你怎么又这样 在屋里我要把你和龙宫都告到法院去 你干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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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罚你三个月俸禄 我说老龙宫 罚罚钱就了事了 大圣 安抚一下就可以了 不能让他告吗 你作为领导不仅敷衍了事 而且没有任何禁止性骚扰的措施 要我说你 还是好好读读民发典 你看 单位应该采取调查处事措施 制止性骚扰 你说他不能告你 幸亏老弟提点 我马上改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